大家好,欢迎学习圣经希腊语 从标题上你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短讯的课程 我打算录七讲 这也是我上个假期,现代希伯来语短讯班的一个延续 我上个假期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我的老家重庆 福建的厦门以及广西的南宁 各开了一个短讯班 那么都是七节课 那么这个地方我也是打算用七节课的时间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入门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讲到底录不录 我当时也犹豫了很久 因为这一讲里面至少有一半的东西 跟我的另外一个系列 也就是从对话到新约圣经那个系列 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重复的 所以我当时在想是不是应该跳过这个第一讲 最后我还是决定把第一讲录一遍 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课程 在第一讲的话 我们会讲一些最最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字母表 比如说语音 然后我们对这门语言进行一个简介 除此之外呢 学习名词的一些语法知识 最后我们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先来看字母 我假定你没有学过这个我的另外一个系列的第一讲 那么你完全是一个零基础的话 我们从字母开始 现代希腊语有24个字母 古希腊语呢 有其他的一些字母 不过已经没有再使用了 你学会的这24个足够你去读 我们的新约圣经 除此之外 我在这里教的 或者说下面要展示的 是这些字母的现代希腊语的读法 至于古希腊语的读法 我们在后面读经的时候 我会有这个示范的朗读 我们会听那个朗读 然后你来学习 实际上 就算你用现代希腊语的读法 来读那个圣经 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一个课程 我很喜欢 那位牧师就是用 现代希腊语来读的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好 我们来看字母表 如果你有学过我 另外那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课的话 下面这一块教学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来根据 现代希腊语的这个录音视频 来听一听 这24个字母在现代希腊语里该怎么来读 来听听啊 你也可以跟着它来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你是熟悉的 alpha alpha wieder gráfic δεlta έψιλον ζ це 秘 Thr Thr ю és k lambda λ, μ, ν, ξ, όμικρον, π, ρ, σίγμα, τ, υ, φ, χ, ψ, ψ,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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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字母的发音怎么跟你以前学的好像不太一样,是吧,比如说哪些,第二个,第二个,大概你从你的数学老师或者是你的物理老师那里学来的是β,对吗,β,那么这个地方它读的是β,在现代希腊语里面,这个第二个字母不是B,不是B, 不发B这个音,而发V,相当于英文字母的V,相当于英文字母的V,而你如果想要发出一个B,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你需要两个字母放在一块儿才能发出一个B来,还有什么不一样吗,第三个也不一样,第三个你大概学的是γ,发G这样一个音,但在这个地方发的是一个V,相当于你漱口的那一下, 你抱一点点水在你的嘴巴里面,然后仰天子竖一下口,那个东西就是它,γ嘛 还有哪个不一样吗,第四个也不同,第四个你大概学的是delta,发的是的,在现代希腊语里同样需要两个字母放一块儿才能发出一个的来,而这个地方的delta发的是 也就是这个东西,相当于我们英文那个more than的那个than,前面那个the,所以严格来说不是delta,而是delta,还有哪个不一样吗,还有哪个不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像个m一样的东西,大概你学的是mu, n这个东西你大概学的是mu,但在这个地方分别是mi,ni,下面这一个可能你也学过叫做ksi,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发的是ksi,这个最有趣,pi变成了b,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是i这样一个发音,都是i,这一个不是fi,是fi,这个也不是kai,而是hi, 这个不是psi,有些不太一样,对吧,有些不太一样,不过怎么来读这个,在这门课里面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会认,你会知道,这一个写出来是一个n,或者是一个ni,这个最重要,好,我们再来一遍,跟着他一块读, 你会认, α 发一样,为这 loans,自费,跟着个 truth,用两太傻 并祭吗,无论 farklı assez有趣,可以认辞计的related么,左右吗,可以认达,无论ably,是 moments tiver real estate即 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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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Σ Τ Ω Φ 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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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稍微来说说看 比如說,這個第一個 Β 那麽這個地方 它寫出來是一個 但是你如果把它發成一個 左符音的 也可以 也可以 V 也可以 包括這一個 你發成 沒問題 你說 也可以 好,這是 它的一個字母表 那麽具體這些字母該怎麽写 我這個地方也不一一的教你 在這門課裏面 我們重要的不是讓你 會 會抄,會寫 而是你會認 你看見這麽一個字母 你要知道它是 這個就夠了 這個就夠了 至於怎麽樣一個寫法 在B站上 有一個 應該我看到有一個教程 教你怎麽來寫它 如果你 確實是想學它怎麽寫的話 有興趣你也可以私信我 我可以 給你一些 這個 怎麽寫這個東西的 一些 指導 好,下面我們來看 一點點補充 我們有一個字母 Sigma 它有 兩種形式 分別是 寫在 一個單詞最開始 和中間時候的 我們把它叫做 一般形式 和一個 次尾的形式 這樣一個 S 一個次尾的形式 那麼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比如 如果我要把 sas 這個詞 用 希臘字母來拼出來 看看怎麽拼 第一個 這個是在 一個詞的最開始 那麼我們要用 這個樣子的sigma 接下來 R 誰是R 很簡單 α 就是R 最後這裡 這是一個 次尾的S 四位的S 你就得用 這個形式的 Sigma 所以 這就是sas 意思是 you 你 你 你 希臘語的 you 這是 這一個 比較特殊的 誒 抱歉 再看另外一本書 這是 唯一的一個 有兩種形式的 這個 這個 字母 除此之外呢 然後 如果你看到前面標的是大寫的th 那麼就是 more than的那個 then 那個 而如果是個小寫的th 就是我們th 中間那個th 也就是我們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本身就是sigma 對嗎 本身就是 不是sigma 是th 比如說 這個地方th 中間 最開始的時候是小寫的th 那麼就是th 而lambda 你看 大寫th 那就是lambda th 這樣一個發音 好 這是 這一點說明 除此之外就是重音 所有的字母除了最後一個 omera 它的重音在me的頭上 在第二個字 這個音節頭上以外 其餘的重音都在第一個音節 都在第一個音節 所以我這裡沒有給 比如說alpha 重音在最開始 我沒有打這個重音 因為 直到最後的這個psi 為止 重音都在最開始 alpha 而不是alpha 你聽著都覺得奇怪 對嗎 vida 不是vida gama 重音在最開始 delta 重音在最開始 除了最後這個 我給你標了一個 重音在這 在me的前面 omega 而不是omega 是omega 除了這個以外 除了這個以外 然後這裡有一個gh 在一塊 我們說了 這是一個漱口的聲音 g 如果你覺得不好發 你就發個g 在這門客裡面 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我們是用 古希拉語的讀法 古希拉語讀法 這個gamma 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g 那麼這個你也可以讀成 omega 沒問題 沒問題 sigma 沒問題 sigma 好了 這是關於字母 我們就說到這兒 如果你覺得你想多讀兩邊 倒回去 對嗎 倒回去 重複我的視頻就是了 接下來我們看原因部分 原因 那麼原因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那些 阿窩阿一無一 是吧 漢語拼音的育母 我們先來把它的小寫出來 這個是供那些 真的是完全沒有基礎的朋友 一會兒來記一記 比如說 alpha這個阿小寫是怎麼寫的呢 這個樣子 對嗎 這個樣子 epsilon 這個A小寫 小心不是E 不是E 反過來寫的3 epsilon 接下來這個比較麻煩 E打 它的大寫出來是個H 但是實際上 它是我們很熟悉的那一個功率 對嗎 這個物理裡面的功率 接下來 Yoda Yoda 初學者很容易錯 初學者說Yoda就是個I嘛 那麼上面再加個點兒 不對 Yoda上面沒這個點兒 就是一個小小的彎彎 小小的勾勾 接下來 Omicron 最簡單 就是個O 比這個大寫小寫一點就行了 然後是Epsilon Epsilon怎麼樣 Epsilon的話 寫出來像一個U 但是你要小心 它並不發U 而是發一個E 在現代希臘語裡面 它也是一個E的發音 接下來 Omega Omega 寫出來像個W 小小寫的話 這個樣子 像個W 我們來看看他們分別讀什麼 Alpha讀A 很簡單 Epsilon讀A Eda Yoda 以及倒數第二個 Y 三個都是E 這個可能有點暈 這三個發出來都是E這個音 然後我們還有兩個O O 一個是Omicron 是O 一個是Omega 一個O 那麼 這兩個的話 在 有什麼區別呢 其實Omega 一般是個長O 而這個Omicron 是個短O 不過在現代希臘語裡面 其實這個長短音的區分 已經完全不明顯了 所以 這個E的 到底是個長E還是短E 至少在現代希臘語裡面 不是那麼的重要 至少發音上 沒有那麼多的區別 除此之外 我們來看一看 總共有幾種發音 我們有一個A 有一個A 有三個E 然後 有兩個O 換句話來說 有AAEO 缺個什麼 少了一個O 對嗎 少了一個O 在現代希臘語裡面 你要發一個O 你需要兩個原音字母 組合在一塊 所謂的 這個 雙原音 才可以發出一個O 來我們馬上要學到 好 我們再來讀一讀這些東西 Alpha A Epsilon E Ida E Yoda E Omicron O Y Omega O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下一個問題 原音完了之後 一點點補充 一點點補充 剛才我們說到了 比如說 我們這裡有A 有A 有E有O 但是差一個O 我們馬上要學的 需要一個 兩個字母的組合 才能發出一個O來 有三個字母都發E這個音 比如說 Ida 比如Yoda 一個Y 三個字母都發同一個E 而兩個O 一個是Omicron 一個是Omega 都發O這個音 接下來我們看 我們看符音 也就是 漢語拼音裡面的一些波波摩波波 同樣我們來寫寫它的另外一個形式 大寫的形式 通過這個辦法 通過這個辦法呢 其實是供各位來熟悉 我們這個字母表啊 比如說第一個Vida 怎麼寫大寫 很簡單 一個B嘛 第二個Rama 這個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並不是一個G啊 這個寫出來有點不太一樣 像這樣一個東西 Rama 第三個Delta 這個估計每個人都會寫 你還記得求根公式嗎 Delta 往上後面走 Z打 Z打的小寫不好寫 但大寫就是一個Z C打 C打 大一點的 一個圈 然後 中間 加一橫 接下來 GaFa 大寫的K 大寫的K 發什麼 這個V打在單詞中的話就是V 就是V 而GaFa 兩種發音 有些時候發的是那個 漱口的聲音 R 有些時候發的是Yi Yes 那個Yi 比如說 這個 現代希臘語裡面打招呼那個 你好 最開始出來 就是一個Yasas 他就用了 這樣一個GaFa 但是發的並不是漱口音 而是 Yes 那個Yi 接下來 Delta Delta Delta我們說了 發的是一個Z 比如 This中的那個Z Zen中的那個Z Z Z打 一個Z 這個是一樣的 發Z 然後是 Theta Think 中間那個Z Caba Kit 中間那個Z K 好 這是最開始的六個 別急 沒玩 一共有17個 這才拿到哪 是吧 看下一組 看下一組 來看第一個 Lambda Lambda 大邪 小心 長的也不太一樣 這個樣子 不是個L 是吧 不是個L 但是它其實是相當於英文裡面那個L 發一個E 這樣一個東西 Lambda 再次提醒 如果你看到大姐的TH 就是我們的Z 在旁邊看 Mi 希臘語的M Ni 希臘語的N 這個很容易糊到人 因為它 長得實在是 怎麼看都不像一個N 怎麼看都像一個V 是吧 都像個V 所以初學者的時候 你往往看見它就以為是一個V 但實際上這是一個N 這是一個鼻音 嗯 嗯 在我後面看 C C的小寫比較麻煩 要畫很多個圈 但大寫的話 就是一個3 1 2 中間短一點 下面又長一點 就是一個3 在我後面看 B 寫直一點 寫直一點 B 然後 R R 這個也比較有趣 寫出來是一個P 但是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這個可不是P呀 上面這個才是P 下面這個是一個R 如果你覺得你的那個舌頭 還暫時抖不起來 抖不起來的話 那你就發一個 這裡有說REST 那個中間那個R 就差不多了 這讓我想起來一個 呃 叫什麼來的 一個 呃 俄劇叫做 戰鬥民族養成記 裡面的男二號 這個梗 可能我在後面的課程裡面 還會再重複 那麼那個男二號叫做 叫什麼 這個人並不是叫做Poma 他叫Roma 其實是羅馬 這個是俄語裡面的R 所以別看著它像個P就是P啊 接下來 唯一一個有兩種形式的Sigma 相信這個你應該也比較熟悉 我們的求和那個符號 這是第二組 以及還有 還有一組 同樣複製一份過來 來寫寫看 這是Duff Duff 希臘語的T 發音就是那個T 然後P P 我們所謂的Phi 是吧 一個圈圈 中間加一數 然後是He He X 這個要很小心 這個很小心 它沒有發X 它沒有發X 剛才那個 X才是發出來的X 而這個呢 發出一個 H 或者是 Lock 中間那個 K K 再往後面看 這裡有一個Psi 或者Psi 怎麼寫 一個XX 一個XX 波塞東的那個 手裡面的那個三叉戟一樣 Psi 或者Psi 這樣去寫它 還是那句話 最重要的是你會認 而不是你去寫 這是 這是 符音 我們會在後面的 學習當中很快 記住這些符音的發音 看下一個點 學完了原音和符音 我們再來看 雙原音 所謂雙原音呢 就是兩個原音 放在一塊發一個音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來看第一個 這回我們來寫它的 消息 可能稍微比大寫要難記一點點啊 第一個是 長得像一個I 是吧 先是一個Alpha 然後是一個Yoda 那麼 看著像個I 在現代希臘語裡面是A A 又來個A 相當於什麼呢 這不就相當於我們剛才學的Epsilon嗎 接下來 如果是一個Epsilon 加上一個Yoda 又該怎麼發呢 發I 好吧 又是I 相當於我們剛才學的什麼 Ida 相當於我們的Yoda 相當於我們的Ypsilon 這個長得最不像I的I 是吧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Omicron和Ioda 也是發I這個音 所以我們有好多種辦法發I啊 是吧 Omicron加上Y 好 這個終於不是發I了 這個發U 哦 原來你要發出一個U這個音的話 你需要兩個 你需要一個O和一個Y在一塊兒 才發出了U這個音 下一個 下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A 加上一個 小心 Y 它的大寫寫的像個Y 但是小寫其實像個U 是吧 這樣的話 這個在現代希臘語裡面是Av 或者是Av 一會兒我們會有規則告訴你 什麼時候是Av 什麼時候是Av 然後這是 這是 這五個 這五個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 再來看 還有第六個 在這 開啟新的E 還有這第六個 還有這第六個 也就是一個 Epsilon 加上一個 Epsilon 在一塊 這一個呢 在現代希臘語裡面 F 或者是Av F 或者Av 來看一下補充的說明 什麼時候發 F 什麼時候發 Ev 還有剛才那個 什麼時候是Av 什麼時候是Av 輕符音 輕符音之前 比如說 F K 這個 P 或者是 S F H 這些東西之前呢 發的是F 和Av 有個是左符音 V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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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把它拼得出來嗎 最後這裡有一個重音符號 來看看怎麼拼呢 你打算說他是F 還是說Av呢 其ör ног X 算是一個輕符音 所以根據剛才的規則 這個地方是F 然後 然後 medical 然後 然后 是吧 接下来 我们有很多的一还记得吗 接下来 然后 然后 综音在这 你能读得出来吗 F 哈 里斯 多 连起来 F哈里斯多 F哈里斯多 这就是希腊语的 谢谢 Thank you F哈里斯多 好 这是 双原因 我们就 说到 哎 老师来打架 我应该把它关了 这是双原因的问题 我们就说到这 这里呢 我们参考的是 这样一本 现代希腊语的教程 也是我 另外一个系列 从对话到 新约圣经那个系列 现代希腊语部分 所用的教材 Teach Yourself系列的 Complete Greek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 关于圣经和圣经希腊语 对圣经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介绍 基督教的圣经 分为两个大部分 一是旧约 一是新约 旧约一共39卷 新约一共27卷 这里有个很好记的办法 就是39 27 39 39 这是旧约 旧约有39本书 或者说39卷 新约27本书 或者说27卷 而旧约的39卷呢 绝大多数是希伯来语写成的 如果你想学这个 你去看我的另外一个系列 是吧 新约27卷 则全部是拿希腊语写成的 其实呢 也有学者呢 将旧约的39卷呢 翻译成希腊语 不过在我的这文课上 我们学的全部是新约的内容 在新约的这27卷呢 我们又把这27本书 分为四种类型 首先是福音书 接下来使徒行传 这本书专门放成一类 然后接下来是一堆书信 被称为教墓书信 最后是启示录 也是一本很特殊的书 再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类 福音书一共有四本 那四本 马太福音 马可 路加和约翰 他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 来讲述了同一个人 当然也是同一位神 耶稣基督的生平 而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会一节一节的来讲约翰福音 那么七节课的时间 我们学约翰福音前面 最开始那七节的经文 比如今天我们这个第一讲 我们就会学习第一节 《使徒行传》呢 是讲述的初代教会的历史 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十字架 然后复活升天之后 他那些门徒们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教墓书信 教墓书信呢 就是耶稣的门徒们 写给各个教会的信 那么这一堆信里面 写的最多的一个人是保罗 保罗写了很多的信 再往后面走 最后一部分是启示录 启示录是对耶稣再灵的一个预言 非常特殊的一本书 也是圣经的一个结束 然后是本门课程的一个总体的想法 以约翰福音为主线 我们会每一节 每一节课学一节经文 除此之外呢 还有其他卷的经文作为补充 好 下面我们来谈谈关于希腊语 希腊语呢 在学术上被称为曲折语 与现代英语不一样 希腊语是一门高度曲折的语言 什么是曲折语呢 我们拿英语来举例子 这里说古英语呢 也是曲折的语言 只不过经过长期的发展 它逐渐的失去了曲折语的特点 不过在现代希腊语里面 还有曲折的痕迹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我爱我的猫 I love my cat 第二个是我的猫也爱我 怎么说 My cat loves me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两句话里面都有我 在这儿都有我 那么在第一句话里面用的是爱 在第二句话里面 这里用的是me 为什么不一样 相信各位应该都知道 因为这里第一个爱是作为主语 对吗 而这个地方 最后这里是宾语 主语我们用所谓主格的爱 而宾语我们用宾格的me 除此之外 在这里还有一个my我的 和这里的my我的 它在曲折语里面 也有一种说法 叫做属格 属格 这里有主格 爱 宾格 me 和一个表示所属关系的属格 my 由此你会发现 代词当它承担不同功能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形式 这就是所谓的曲折语的特点 曲折语用不同形式的这个词 来传达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功能 主语用一种形式 宾语用一种形式 表达所属的时候又用一种形式 而你如果拿它跟我们中文来对比一下 你看 我 最后 我 没有任何变化 对吗 都是我 并没有一个主语的我 一个宾语的我的变化 这就是 中文它不是一个曲折语 而 英语或者说是 希腊语 它是一个曲折语 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 区分 在这里还给你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你看 剧中的功能是主语 那我们就用一个主格 爱 剧中的功能是宾语 就用宾格 密 如果是比较缩数关系的一个定语 所谓的 所谓 那个名词 对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我的天 那就用一个属格的 麦 麦 每一种形式被称为一种格 不同的形式被称为变格 变格 好 往后面走 你会逐渐的在后面 慢慢慢慢的随着你的学习 对这些东西慢慢明确起来 不用太担心 最开始的时候 你要学的东西点多 然后 刚才在这里 我们用英语来举了三种格 希腊语呢 它的变化比 英语还要复杂 它的格更多 更多 它一共有 五种格 有五种格 除了这里列出来的这三个以外 还有其他的格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 然后这些词的变化 总体来说被称为词性变化 或者也可以叫曲折变化 那么这种曲折变化 词性变化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变格 一类是变位 变格呢 是针对名词或者名词类的词 名词类的词 比如说形容词 代词 贯词等等 它们都有这样的变格 而变位是对动词而言 这些都是等到我们后面专门学习的时候 慢慢慢慢 你就会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了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现在觉得点晕 没关系 往后面接着学 而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如果一个词的变化很麻烦 词的变化特别丰富 那么句子则相对比较简单了 我把它看成是这个样子 语法 语法分为词法和句法 简单来说就是词的变化和句子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语法看成一个大饼的话 维恩图或者说是饼图 如果这是表示语法 那么如果词的变化特别多 占了一大半分的话 那么剩余的部分就是句子 那句子的变化就会很少 句子就变得很简单 而如果说你的词的变化特别少 词少 那剩余的部分 句子的变化就会很丰富 很复杂 那么对于希腊语来说 属于前者 属于这种 就是词的变化特别麻烦 但是句子变化却很容易 很简单 这是关于希腊语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 接下来我们看名词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名词其实也包括名词类的词呢 有三种属性 性 术 和格 如果你这个语言学多了 你就会对性术格这种说法 简直耳熟能详 性指的是语法性 严格来说它不是指的性别 不是男和女 它是指的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类型 那么 希腊语有三种语法性 阳性 阴性 和中性 接下来 希腊语的名词有两种数 单数和负数 相信这个对于你来说 也不是很陌生 是吧 英语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的 英语我们有he 男的他 有she 女的他 以及小动物的那个 eat 不过这里所说的 阳性 阴性 和中性 并不完全等同于 刚才说的 并不完全等同于性别 比如说 在希腊语里面 你觉得 一天两天 那个天 它是属于男的 还是女的 还是中性呢 大概你会觉得 它应该属于中性吧 天 你凭什么说它是女的呢 但是实际上 希腊语里面 那个天 是一个阴性的词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 这个只是指的三种类别 而不是 针对的三种 真正的性别 单数负数 这个很简单 跟英语是一样的 一天 单数 很多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就是负数 而真正麻烦的是 希腊名词的 语法格 语法格 那么古希腊语的话 我们有五种格 现代希腊语里面 保留了其中的四种 扔了一个 或者它用 另外的一个格 来代替了那一种 来看看五种格 第一个叫做主格 相信这个是你比较熟悉的 a house is there 中间那个 house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你同意它是主语吗 那么主语 就是主格 这个house 就是主格 然后 he destroyed house 同样是house 但是这个是在 位语动词的后面 或者说这是 动作作用的对象 那它就是兵语 兵语的话 要用兵格 在英语里面 体现不出来 house 这个还是house 但是在希腊语里面 这个house 跟这个house 写法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曲折 对吧 有变化 用不同的变化 来表明不同的功能 接下来 数格 that's my father's house 这个地方有一个 father字 英文里面 要表达所属的关系 一撇加s 或者用一个单词of 来表达 比如说这里的 一撇加s 但是 在希腊语里面的话 它会把father这个词 又稍微变一变 变一变之后 不需要再加一撇加s 把这个father变一变 就表达了 father's 爸爸的 接下来 语格 那这个可能稍微麻烦点 He gives the house to his son 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He是什么格 你同意是主格吗 它是句子的主语 接下来 gives 这是位于动词 这个不是那格的问题 因为它是动词 动词的话 我们以后要讲的变位 接下来 the house 这个是什么格 这是直接给出的东西 这是兵格 被称为直接兵语 然后 to his son 如果我把这个句话 用这种写法来写的话 严格来说 to his son 是壮语 是壮语 如果我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he gives he gives he gives he's son the house 或者a house 无所谓了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呢 那么 这个被称为 间接 兵语 这个被称为 直接 兵语 直接兵语 那么直接兵语 这一个 用兵格 而间接兵语 这一个 用 语格 只不过呢 可能写成这个样子 你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把它写成这样一个 状语的形式 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所以 要知道 这个地方的 son 我们没有用 兵格 house用兵格 而这里的son 我们用一个叫 雨格的东西 再往后面看 这个格用的比较少 叫做 呼格 比如说 all lord are 主啊 he gives his son the house 他把 这房子给了 他的儿子 这里面的 直呼 lord 直呼 lord 这个词 就是用的呼格 用的呼格 如果你把它说成是 主 比如说 主 给了他一个房子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那他要用 主格的形式 而如果是 直接称呼某个人 他又不一样 他又不一样 他用的是一个 被称为呼格 但是呼格呢 用的比较少 所以在有些 书本里面呢 在呼格这方面 他也是 很简略地谈一谈 甚至在 语法表格里面 都不出现 会不会觉得 有点麻烦 有12345 5个格要记 如果你是学 拉丁语的话 你还麻烦一点 因为他有 6个格 除了语格以外 他从这里 又分出来一个 其他的格 被称为工具格 或者叫做 这个 离格 或者叫 这个 我还记得 他的英文叫做 ablassive的一个东西 也被称为 多格 好吧 不管怎么样 拉丁语有6个格 所以 大概你学 拉丁语 还要麻烦点 希腊语 5个 现代希腊语 4个 他把这一个 省了 只有 123 4 而且呼格 因为出现的 比较少 所以 学现代希腊语的话 主要学前三个 是不是觉得 省事很多 然后 如果你是学 这个语言的话 学希腊语的话 可以帮助你 学习其他的 欧洲的语言 好 最后我们来看 一节经文 一节经文 这是我们的 约翰福音 四本福音书 最后那一本 约翰福音 第一章的 第一节 这里用1 然后一个冒号 一个1 表示的是 第一章 第一节 比如下一次课 我们会学 第一章第二节 那就是1 然后一个冒号2 如果是2 冒号2是什么 就是第二章的 第二节 前面是章 后面是节 很简单 对吧 然后这里呢 我给出一个 三语的版本 希腊语是这个样子 英语是这个样子 中文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来听一遍 有没有发现 这个版本 跟我们之前学的 语音部分 有点点不太一样 再来听一遍 我们这回 一点点的来 一个逗号 一个逗号的来 前面都是 这本书的名字 之类的 这是第一个逗号之前 说In RK In Hologos 觉得有没有点 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In RK 好 来 这个地方 它用的是 K 我们刚才说了 它很多时候发的是 H 对吧 H 这样一个东西 这里它是 K In RK 再来 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说是一个 E 1它是一个 1 我们说有很多个 1 对吧 但这里是一个 A 为了好看一点 我再复制一份 到我的 回头去来 说 In RK 好 这里它来了一个 A 接下来 In Hologos 最好玩的是这个 它不是读的 O Logos 它读的是 Hologos 这个H 从哪冒出来的 H 在上面 这一个地方 有个符号 像是一个 反过来打的逗号 一个弯弯 再写一遍 像一个 反过来打的逗号 那么这个 是一个 送气的符号 当你看到 这个符号之后 要补一个 在前面 它相当于一个 在前面 In RK In Hologos 还有些符号 是吧 比如说 这里的波浪线 这里的 这条向上的 就是中阴符号 我们再下一次 再来讲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逗号 刚才这个送气的符号 是往这边弯 在In的前面 在A的前面 在这个 一带的上面 还有一个 像这边弯的逗号 这个呢 不送气 不送气 上面这一个 往这头弯 开口向右 要送气 要补一个 如果你看到 往左 不送气 不影响发音 那么就是 N RK 你不用加一个 不用说HK 也不用说HN 那就是N NRK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不送气 N Hologos 好 往后面走 先别急着看它的意思 我们先把语音部分 先说完 Kai Hologos in Prostantheon Kai Hologos in Prostantheon 嗯 又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刚才我们说这个 Alpha和Yoda在一块 不是一个A吗 那么这个地方 它读的是Kai 是吧 Kai 也算是 这个 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的 读音都不一样吧 Kai Hologos 你同意这个是H吗 跟这里是一样的 对吧 上面有一个 送气的符号 所以补了一个 Kai Hologos In Prostantheon 这个地方有一个向下 向下 这里有一个向上 这都是重音符号 我们到下次刻再说 最后 Kai Hose in Hologos Kai Hose in Hologos Kai 又来 I 其实这个可能你还觉得 看着正常一点 是吧 本来就像个I Kai Hose in Hologos 怎么样 这个地方又补一个H 对吗 好 这是语音部分 最后我们再跟着他 一块来读一读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Kata Ioannin Chapter 1 In Arche in Hologos In Arche in Hologos Kai Hologos in Prostantheon Kai Hologos In Prostantheon Kai Theos in Hologos Kai Theos in Hologos 会读了吗 不行的话 再反复一下视频 还是那句话 其实读这个 怎么样读的标准 不是我们训练的重点 重点是下面这个事 你要知道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名词部分 是吧 我们刚才讲了一堆名词 你能把这里面所有的名词告诉我们 换一个笔 哪些是名词呢 这里有一个word 这个不容易 不难看出来吧 这里有个word 这里有个word 这里还有god 这里有个god 至少我觉得这几个是名词 不难看出 你能在上面把 这几个名词找出来吗 在希腊语里面去找 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回到这边来 用一个 这个 卓中号来看吧 或者加粗来看吧 word 能找到上面那个word在哪吗 提示你一下 找大写 这个地方是大写的w 上面也是一个大写 看到在哪了吗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大写的l 对 这就是word 然后再来找吧 word 上面接着来 word 再来 还有word吗 这个地方再来一遍 word 所以word在 这个希腊语里面就是logos logos 所谓的罗格斯 好 这是word 在中文里面翻译成了太初有道那个道 说嘛 说到那个道嘛 太初有道的道 所以还真不是一条路是吧 而是一个词 或者一句话 我的一位老外同事把它叫做一个idea 然后往后面看还有什么是名词 god 没错 神 god 又来找吧 大写 大写 哪呢 这里有个大写 seon 这是一个神 还有什么 最后这里有个神 在上面 找 大写 seos 神 这回转不太一样了 明明都是神嘛 凭什么这个是seon 而这个是seos呢 除了中英符号不一样 这个你先不用管 写法也不一样 这个是以 ni来结尾 一个n的结尾 而这个是以sigma 一个s来结尾 为什么不一样 还记得刚才说的吗 用不同的形式 来表达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后面这句话 the word was god 或者god was word 这个地方用的是它的主格形式 主格 seos 然后这一回呢 brostungseon 对应的是这里 with god with god 好 我们来看看你的英文怎么样 如果我们说with 缓成这个颜色 with 你是打算说with i 还是with me 相信你会选择这个对吧 在吧 如果是英文的in 你是打算in i 还是in me from 你打算说from i 还是from me 相信你选择的都是me me 对吗 在一个戒词的后面 英文是在一个戒词的后面 都是冰语 都是或者是都是冰格 都是冰格 冰格冰格冰格 那么这条原则 在这个地方也还是适用的 这里的brost 就是那个with with是brost 然后后面是一个冰格 冰格 with god with god 然后后面这里方是一个主格 是一个主格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词 是名词 哪儿 in the beginning 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名词 rk 也是名词 也是名词 不过这一回 它最有趣 它下面有个小小的东西 这个小东西是个什么 在这个 i打的下面 有个小小的 yoda i打下面有个小小的yoda 这个小小的下标yoda 这个是 单数的 语格标志 单数的语格的标志 没关系 没关系 下一次课我们会 在专门来学习 名词的这些变革 现在先大概留下一点点印象 包括 怎么样用两种语言 是吧 包括三种语言了 怎么样用多语言 来帮助你学习 这个目标语言 我这里也是给你一个展示 这是关于名词的部分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说明 很好玩 就是 我们的基督教圣经 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神版 一种是上帝版 就只是对这个God 有两种不同翻译 有些 有个版本翻译成神 有个版本翻译成上帝 但是神呢 只有一个字 上帝有两个字 其余的字都完全一样 只是这个地方 神和上帝不一样 为了保证 两个版本 页码的一致性 同一页上面 显示的内容是同样的 只是神和上帝的差别 那么会在 神的前面呢 加一个空格 这样就把那个 上帝那个上的位置 留出来了 这样就能保证 两个版本的书 是一样的 页码上是一样的 这一页停在了这个字 那么 在另外一个版本 这一页同样停在 那个字 以前有人会说 包括我自己也认为 他前面加一个空格 是为了对神的敬意 当然我相信这样理解 也不是很错 但是实际上 还有一个更加 实用的理解 就是为了让 两个版本保持一致 这是这点 我们再往后看 前面是读音的部分 那么刚才我们做了 比如说听录音 跟读 然后重点介绍一下 关于气号的问题 古希腊语有两种气号 一个是送气的符号 一个反过来写的逗号 和不送气符号 一个正过来写的逗号 那么它都标在 这个字母的上方 或者是大写的话 标在它的前面 大写标在它的前面 比如这里的N 它是大写的 Epsilon 就把这一个 气号放在它的前方 这是 这一点 两个符号 一个是送气 一个是不送气 在古希腊字母里面 没有 这样一个字母 没有这样一个字母 严格来说 哪一个 现代希腊语里面 那个 刚才那个 长得像X的东西 在古希腊语里面 还真不是 是一个 像这里的这个 RK 所以 并没有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那怎么办 发明这么一个符号 来提示你 在这个 O的前面 要补一个 这样一个音 发明了这个7号 来标这个音 然后要小心 这个送气符号 不是哪都有 只出现在 原因开头的单词 的第一个原因处 第一个原因处 那么 原因开头的单词 第一个原因 这里 可能要稍微 稍微的 这个纠正一下 应该说是 如果是 双原因开头的话 是标在第二个原因上 不过这个没关系 我们 以后 遇到了 再来说 第二节里面 你会就会看得到 如果是双原因开头的话 那就标在第二个 双原因的第二个原因头上 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是 送气符 只会变在 原因开头的单词的 那个原因上 比如说 比如说 第一个词 in 你同意它是 原因开头吗 它是以 a开头 这是原因开头 所以它的前面 就要有一个气号 再来 rk 你同意是 原因开头吗 它是以 a开头 对吗 所以它上面 要有 in 原因开头吗 是的 是以一个原因 e开头 对吧 上面要有 送 这个气号 接下来 ho 是不是个原因 它只有原因 它肯定也算是 原因开头 所以上面要有 气号 接下来 logos 没有气号 小心 这一 上面这一笔 是中英符号 不是气号 为什么没有 它也有原因呢 这两个都是原因 但是它不是 以原因开头 不是原因开头 就没有气号 再来看 kai 同意吗 没有气号 最后这里有一个 中英符号 不是气号 小心 logos 没有气号 但是ho 是有的 in 是有的 原因开头 seos 没有 因为它的开头 是一个辅音 对吗 我们会说 有一个例外 在 我忘了是 第几讲里面 会有一个例外 有一个辅音 它是可以 带一个气号 到时候我们再说 到时候再说 这是关于气号 我们就说到这 这里有一点点 补充的说明 你也可以再看看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么长成这个样子的 是要送一口气的 要加一个 长成这个样子 一个逗号的 是不送气的 就发它本来的音就好了 然后说 让你找出 这一节经文里 所有的气号 哪些是送气 哪些是不送气 我们再来过一遍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一个气号 是吧 送气吗 不送气 拐弯是往这边拐的 是一个逗号 第二个 不送气 第三个 不送气 第四个 送气 送气 这个词没有 开没有 后 送气 Logos 没有 in 不送气 对 不送气 Ros 动 没有 Seon 没有 都是以 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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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 开没有 seos 没有 in 不送气 开口往那边 一个逗号 后 补一颗 要补一个 这是送气的 Logos 没有 这是关于语音 我们就说到这么多 接下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 词汇 词汇 首先是撸出里面所有的名词 有哪些呢 第一个 Beginning RK Beginning Logos Word Seon God 和 Seos God 然后来看词干和词尾的特征 谁和谁有相同的词尾呢 不知一份过去 这样看着可能会好一点 谁跟谁有相同的词尾呢 能看得出来吗 比如这里的 和这里的 有相同的词尾 是吧 谁跟谁有相同的词干呢 所谓的词干 就是稳定不变的那一部分 看 Seo 这里也是 Seo 好 前面这一部分被称为词干 后面一部分称为词尾 也可以说一个名词是由词干和词尾构成的 那这儿呢 RK 它词干在哪 它词尾在哪 其实这一个的话 它的词尾在下面这个尤达头上 我们以后再去说的 以后再说的 我们先来着重看这三个 那么 词干一样 你看 意思就差不多 对吗 意思就差不多 Seo 就是God Seo 是God 后面这个地方 词尾不同 一个是Ni 一个是S 就说明了它的 对 它的格不一样 它的功能不一样 它通过改变后面的这一点点东西 这些思维 来改它的格 也就 也就 担当不同的功能 担当不同的功能 所以你学的越来越多 这些东西你会逐渐逐渐的越来越熟悉 而这两个具有相同的思维 对吗 都是S 所以它们担当的功能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主 主格 而 它们 前面的这个 词干 却不一样 这个是Logo 这个是Seo 词干不一样 自然 意思就 不一样 意思 以功能 词干 以刺猬 有点感觉了吗 接下来看第三个要求 说找出所有的贯词 哎 贯词是什么 贯词英文的那个 T-H-E T-H-E 有人说这是定管词 没错 我们先来找定管词 回到这个经文里面去 我们来看看那些Z在哪 比如说第一个in the beginning的Z 不好意思 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这前面的in 对应下面的这个in 然后Z这里省略了 这里省略了 以后我们再来说 他这个省略 学者是有说法的 大家看 这有个ho 对应这里的Z 在word前面有个ho 这是Z 然后logos前面有个ho Z Lost don't feel with God 虽然英文翻译成with God 但是其实在God前面 还有一个Z在这 不过这个Z的形式不太一样 这个Z的形式是 Don't 不再是ho 你看在这个logos前面是ho logos前面是ho 而这里用的是dong 你能猜得到为什么吗 因为格不一样 主格的话是ho 而兵格的话是dong dong 其实也是你看 跟后面这一个保持一致吧 Z是以ni结尾 那么dong同样是以ni来结尾 只不过这个不是os 虽然这个是以S结尾 但是它的这个 这个贯词只是一个ho 只是一个ho 多看 你就熟了 往后面看 所以有哪些是贯词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是 我可以用这个 大一点 ho logos ho 对应这里的ze ho logos ho 对应ze dong seong dong 对应这里的ze 因为格不一样 所以前面的贯词 也会不一样 看 不光是 名词会 随着格的改变而改变 动词 不是 贯词也一样 贯词也会 随格的改变而改变 最后 ho logos 还是the 还是the 没关系 慢慢来 慢慢熟悉 最后 最后 还有什么词类呢 还有两个 一个是in 一个是broth in 对应这里的in 英文的in broth 这里是with 翻译成了with 其实更多的时候 我们把broth翻译成 英文的to2 那么这两个是什么词 借词 对吗 借词 在学这个语言的时候 除了要记 借词的意思以外 你还有个事 就是记这个借词 带什么格的词 比如说 在本节经文里面 in 后面 跟着的是rk 我们刚才有说 下面那个小yoda 小那个yoda 表示的是 语格 所以实际上 in 加的是语格 跟英文不同 英文在借词后面 只会出现兵格 但这个语言里面 借词后面 可能出现别的格 比如说in 借的是语格 而这里的broth broth后面 借的是兵格 学这个语言 除了要记 借词的意思 还要记住 它后面带什么样的格 带什么样的格 好 好 最后我们再跟着 再来把它读一遍 然后你看看 是不是你差不多了呢 你能猜得出来 其余那几个没有讲的词 是什么意思吗 我最后再来说啊 再来读一次 猜得出来吗 那个第三个词 in是什么 还有哪个词没用到 袜子吗 对吗 袜子 往后走 开 谁 and 没错 连词 and 开 袜子在这 在往后走 Kaithios in Hologos Kaithios in Hologos Kaithios and Kaithios God 神 in 袜子 Hologos The word 不过下面在翻译的时候 他把the word放前面 把袜子放在中间 然后God放后面去 而你看原文的话是把God放前面 好像是and God was the word 一样 一样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第一讲的所有的内容 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 会更进一步的来学习我们的名词 希望你继续看 你没有学会 或者你还搞不是很清楚的东西 随着你经验的增加 会越来越清楚 第二节课再见 拜拜